我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爱帅和爱动物大摇 哎呦我的妈呀 热死我了 现在我在河北的三河市 离北京还剩一丢丢远 现在已经晚了 没办法过那边去玩去了 所以在这块搓一口吧 肚皮老饿了 现在已经早就过饭点了 走 驴肉汤 开了多少年了咱 18年 老店的 是 上学了在这吃 现在都工作了 现在驴肉一百一斤 驴肉现在一百块钱一斤 这驴肝 都是新猪肚 这个喝多少钱一个 八块钱一个 八块钱一个 对 主食只有火烧 别的没有 你饭啥都没有 算没有 好嘞 老板我自己拿水了哈 你燕京啤酒怎么卖的 燕京啤酒六块 到当地必须得喝当地的啤酒 凉拌驴杂 这火烧瞅着太有食欲了 这是拌驴肚 尖椒驴板肠 这驴肉汤嘎嘎嘎嘎的 我刚才尝了一下 喷儿香喷儿香的 里边就是有个食欲片 驴肉 火烧八百年一个 这皮嘎嘎酥 肉馅里边也挺多 挺满的 也是青椒 然后葱丝啥的之类的 嗯 好酥 小伙伴他们家太好吃了 我聪不聪明 一顿啪啪啪一顿熟 然后熟当地 收入多少年的 然后干多少年的 再来口驴肉汤 哎呀没质了 的确不错 好鲜哦 在驴肉里边放的也不少了 刚才老板跟我说的 一百的块钱一几 一百零八八还是一百 我旁边做了俩口驴 一进来说 一样给我切半斤 然后 再来一人半斤就 这个搭配好像对路了 鸡鸡酥 为什么过来河北来的呢 因为不让 进去 进去 在这个地方停一下 吃顿饭完了喝点 然后坐地铁 完了 这样味儿 挺好 好鲜哦 它是轻辣的 我写着吃的时候 担不散扣一些 能停滴 这驴肚用这个葱丝 还有一点点小尖椒丝 给拌了一下 好吃 有点味道 特别美食就有这个火烧 还有个肉饼 还有个八大碗 还有什么不知道 火烧本来我就爱吃 都到这的时候要不吃 这就是所遗憾的是不是 啥口 这磨 驴板肠煎就有炒的 我怎么感觉这晚上更下大口饭呢 这个驴板肠跟那个肥肠 牛肉肠 牛肠 都不一样 它更梗一些 里边的油脂好像 没有油脂那么多 里边的油脂好像 里边的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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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啥呢 朋友啥呢 人家都吃完了 人家不爱吃这一口 我爱吃 下午大不瘦了 就装盘子吃啊 自己 没事 怎么会烙得这么酥 嗯 吃这个 就一起 一般人 新店不太爱吃 就是像吃老店 老店能干那些年 一般都不差事 要索了 这个清汤是两个鲜鲜 下肉的时候就贵点 就贵点 哇呀 一样拌了点 什么软啊 肉啊 筋啊 这里头比那里边多了点香菜 哦我知道了 吃的就是 里边本身食材不一样的那种味道 其实它拌得多 有味 一根 一根 嗯 好不好吃 嗯 嗯 半肠不足 半肠不足 人越来越多了都平桌吃了 小伙伴们请担待我加速了 小伙伴们 最好吃的就是那种 火烧 这汤 西大餐也行 就是拌的都是一个办法 完了有一点危险 尤其不能拌腸 吃饱了 吃饱了 今天就知道是吧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